回来了回来了 家人们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这个名为皮肤领的贼爽的软件 依然是个骗子软件 根本没办法领皮肤 为了保证真实性 咱们还是从上一期的九色格开始讲起 诺 这个上面明明写着 我获得了一次豪华召唤对吧 但是打开召唤区 会发现根本没有 那你 另外 这个服饰臂和左上角的王者积分券 我绕了十几圈 愣是一次都没走上去 行吧 好在是卡片攒了不少 换完炫彩卡已经有35张金卡了 换个普通皮肤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不过辛苦了这么久 普通皮肤怎么能满足我 肯定要换这个最贵的黄金风衣 只差5张金卡了 再想想办法 嗯 OK 办法又来了 幸运大转盘 按照上面这奖品的尿性 应该很容易拿到我们最需要的炫彩卡 冲 果然 几乎都是卡片 那我就懂了嘛 行了 转完20圈 再转换一下 现在总共是41张金卡 刚好够换一个黄金风衣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要来了吗 虽然图片有点丑 但是食物肯定不丢人 换 立即召唤 诶等等 你的幸运值为27 合成的成功率为62% 整了这么老半天 怎么又来这套啊 还好有个提高幸运值的选项 虽然必定是看广告 但还是赶紧提高好了 我去就提高了一点啊 你可真够大方的 算了 63%也不低了 还是先试着兑换一手吧 不是吧 直接就失败了啊 不过倒是会返还之前用到的卡片 最抽象的是我的卡居然还比兑换之前多了一张 这次为了以防万一 咱们还是把幸运值提高一些再说吧 再来看一部广告 抽象的事情来了 你的幸运值为100 不能再提升了 也就是说 我不管怎么操作 最多也就是76.5%的成功率咯 行行行 那开换吧 反正卡片也会返还的 看见了吧兄弟们 这一页的兑换失败的记录 我就想问问你这个76.5%的成功率是怎么得出来的 找小王破解了下软件才发现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兑换成功的画面 另外 退一万步说 我在这个软件上连自己的吃鸡号都没绑定 你又是怎么能让我产生兑换行为的 这就是皮肤领的贼爽吗 18号的评价是 广告看的贼爽 明天见